利比亚执政当局主席贾利勒 在当天的选举中投下第一票 随后其余50名执政当局委员 依次投下选票 结果显示 阿卜杜勒·凯普以26张赞成票 击败其他候选人成功当选 凯普1950年出生在地利波里 早前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学习 并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 凯普曾在包括地利波里大学等 多所高等学校任教 因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被外界称为学者性总理 法新社分析称 技术专家背景 曾在利比亚局势动荡时期 慷慨资助过执政当局 以及出色的竞选陈述 成为凯普胜出的主要原因 但正如凯普当选后所说 执政当局在过渡时期 面临着多种挑战 在推进利比亚政治进程的同时 如何妥占处置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时期 各地涌现的武装组织 以及如何在新旧制度中 找寻好平衡点 都是摆在凯普面前的难题 凯普表示 自己所要做的是 和执政当局密切合作 听取利比亚民众的心声 并计划在两周内 就新政府人选与各派进行磋商 但他并未提及今后数月的具体计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